这大碗是谁啊 咋吧 这样我帮你啊 送了送了 这都吓死我了 还好我提前找我男同事录好了音频 不然今天晚上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下面要讲的这些啊 是我分析了公司163个独居女生发生的真实恐怖事件 并且咨询了我做警察的同学 才总结出来了这一份独居女生的安全指南 女孩子们一定要听好记好 那刷到这条视频的男孩子们 就一定要转发给你们的女朋友 首先呢就是门锁安全 你以为你花个几千块钱换个高档门锁 就可以抵挡住所有的危险吗 来咱们说传统门锁啊 都2022年了 你们不会还不知道这种门锁 在反锁的状态下是可以被打开的吗 那种传统门锁的姐妹啊 到家正确的锁门方式 是要把钥匙竖着拆在门内的钥匙口上 现在啊即使钥匙被复制了 那些不法分子在门外也打不开 用密码锁的姐妹呢 开完门之后一定要及时把指纹擦掉 防止坏人取样之后啊 知道你家的密码随时闯入你家 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其次信息安全 一些有心之人啊 伪装成外卖小哥入室抢劫的事件 真的层出不穷 记住啊 你的外卖和快递一定要改成 像什么张伟啊 李建国这种男性化的名字 然后把后面的女士改成先生 除此之外呢 最好是找你的爸爸或者是身边的男同事 给你录这样一段语音 行啊 把外面放到门口吧 好的谢谢啊 那这样做的目的啊 就是即使门外真的有危险 那些坏人也会因为你家里有男性 乱而却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室内安全 哎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 反正我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灯 走遍家里所有的地方 仔细检查床底和衣柜 确保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才敢放心的在家待着 那要是你还是没有安全感的话呢 这个家用的摄像头 绝对就是你的 心弯 门口任何的风水草动啊 你都可以通过摄像头实时查看 以便及时处理 哎对了对了 一定要留意你的家门口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特殊符号 这些啊 其实都是不法分子的 行业黑化 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 必须马上擦掉 上报无业 并且退报警方 真的姐妹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 像我们这样的独军女生 真的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哎对对了 还有一个啊 突然出现在你家门口的传单 知道代表什么吗